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在我们的节目中,我经常说习近平现在是毛泽东附体 比如他经常会引用毛泽东的话 什么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这些都是学老毛的,不只是语言表达 他的行动也是这样 他有可能会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有网友说习近平上台八年,搞砸了八件事 雄安新区,一带一路,亚头韩,香港,台海关系,中美关系,中俄关系,国家经济 习近平在八年搞砸了八件事 你以为他不会再来一次文革吗? 我相信啊,而且习近平已经在行动了 你想干砸一件事情很容易 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干砸了,那真的不是一般人 习近平这个人杜疾心是很前的 又自负,听不了批评意见 也算是中共百年初的这么一个奇才了 他的治国理政是你不听我的,我就整死你 最近是表现非常突出的 从这个蚂蚁上市临门一脚被硬生生叫停 到滴滴出行被活活整废了 再到一夜之间,将整个教培产业打到与黄赌毒等同待遇 接下来房地产也快要完蛋了 出招之门,力度之狠,让无数人都看得是目瞪口呆 这还没完呢,现在开始整娱乐产业了 吴亦凡被抓 刚开始中共可能是想转移中共民众的视线 就是郑州的人祸 但是吴亦凡粉丝的抗议 还要什么解法场什么的 就这个吴亦凡 说解放军和警察队伍加起来也就是五百万 吴亦凡有五千万粉丝 这当然有可能是中共的特务混进粉丝群的故以为之 但也有可能是真的脑肠粉不好说 这样我猜吴亦凡会被中共整得很惨 很快就会被判刑 接下来习近平就要整这个娱乐圈了 因为你这是明显的和中共对着干了吗 中共怎么能容忍得了呢 吴亦凡我说是成也粉丝败也粉丝 就在这两天中共党媒一篇政策定性式的批读文章出台 眨眼间就引发腾讯等几家电子游戏巨头的股价的暴跌 更让无数电油产业从业者瞬间如醉冰窟 大呼这是在玩产业自杀游戏吗 很多人是搞不清楚习近平这是要干什么 是不是吃错药了 他开会时经常用两个杯子 也有这种可能啊 跟大家开个玩笑了 谁都知道现在因为国际关系空前恶化 脱钩制裁已经成为常态 又加上疫情的反扑 经济形势和这个就业形势呢 是越来越严峻 为什么中共当局还要自长呢 频频的对自家企业 甚至整个产业下重手来打击呢 这看上去非常奇怪是吧 这就是我们节目刚刚开始说的 习近平现在毛泽东附体要闭关锁国 因为以他现在的智慧啊 显不出什么办法和出路 又不显放权 就学毛泽东这一套了 搞权术整人 也就是说这不是习近平一时兴起的心血来潮 或者打击敌对和转移民众视线 不是那么简单 而是沿着一个明显的既定方向在走 尤其是对教培一刀切 整顿粉丝圈的乱线 以及打击网游电子毒品 这连环招数的背后 体现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轮廓 什么轮廓呢 就是意识形态控制要加钱 刚才我们说习近平妒忌心很前 比如这个放圈文化和这个网络游戏 习近平心险 你们追你的这个偶线 玩游戏 就不学我习近平的语录了 这些领域都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 就是与思险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关 都是比较虚的东西 整治马云和滴滴 这些也可能是习近平的个人原因 因为他妒忌马云 整滴滴是因为没把习近平一尊放在眼里 从这里可以看到 中共当局下重手整治这些行业 首当其冲的原因呢 就是出于意识形态控制的加钱 其实就是要民众加钱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比肩毛泽东打的这些企业和个人呢 必须要服从习近平 你不服呢 我要打的你服 这就是习近平的心态 大家还记得中国运动员佩戴毛泽东宪章 站在奥运检台的事件吧 这个事件呢 现在仍然还在发酵 暂时还没有最终的结果 为什么毛泽东宪章会如此敏感 了解文革历史的人啊 可能都知道 中国大陆普遍兴起毛泽东宪章热潮 是1966年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之后 这一年也就是文革的第一年 1971年林彪出逃事件发生之后 毛宪章热迅速冷却直到文革结束 也就是说毛宪章不仅是崇拜毛泽东的标志 更是作为文革十年浩劫的宪章而存在 我是南方人 我知道一些这个非常诡异的现象 就是在我们那边 比如福建 广东浙江 这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出租车司机 在车里悬挂毛泽东宪章 说可以保佑平安 后来是逐渐蔓延开来 现在甚至有些地区成为万能的崇拜对线 被很多人当作神仙一样共奉起来 很多农村还有毛泽东县 有一些老百姓真的把它当作是大救星 我在海外我也看到毛泽东县 就是传到海外来了 习近平也嫌自己有这样的地位 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梦定于一尊 从表面上看 这似乎只是一种形式 但实际上是现毛泽东看齐 这也是文革中神话毛泽东 极度崇拜的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我多次说过 中共其实是一种邪教 而且是正教合一的邪教 对教主的崇拜是这个邪教的第一教义 这次的两个运动员高调佩戴毛线张去领检 是不是中共科业的安排呢 因为这一次我们看到包括环球网和观察者网 这些经常冲在第一线的党围 迅速进行了炒作式的报道 这个事件也迅速进入微博热搜 这是不是王沪宁再测试一下习近平呢 或者习近平直接授意这么搞的呢 测试一下大众舆论和水温 为什么测试这个呢 很简单 既然大陆整个舆论氛围 早就在铺垫毛泽东和习近平并列这个主题 习主席宪章的推出 并不是什么异显天开的事情 对吧 既然事实上的习近平语录已经有了 万事俱备 唯一欠的就是东风 就是这个曾经铺天盖地的主席宪章了 这是毛习并列最重要的一个标志 习近平在下一步大棋 如果二十大前他不能连任 可能会学毛泽东再次发动文革 扫除政敌 外部环境已经具备 习近平这么做了 因为全球围剿中共 习近平也在做闭关锁国的准备 在闭关锁国前 他要先控制意识形态 最后完成他做一回土皇帝的梦想 但是习近平能不能坚持到二十大呢 悬啊 因为人做坏事是要有报应的 那行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启明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麻烦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